如果繼續來看這個貴台銘 參加到台台甘醫中心的活動 配平副政府囉 說副政府不把人命放第一 貴台銘又來提起 他當初協助蔡博BNT的過程 主持人文體人認為 這貴台銘種種的動作 哪像屬於有這個意思 要來選二孔二數年的總統 未問到敢會參選二孔二數年的總統 過台銘討一個大規模說 電腦講起了協助買BNT的事 那我今天只能說 BNT曾經在台灣最需要的時候 我台積電還有磁劑 那在蔡英文總統的安準之下 讓我們可以辛苦的進來 貴台銘批評副政府 嚴國民對主帝兵 郭鳳安座立府的正義 沒有說今天一天的出席 帶帶納醫創醫 青年華東貴台銘說的內容 都說對納醫療 以及協助政府買BNT的過程 給我個人說他的總統忙要不放棄 感謝貴台銘四季遭總協助買疫苗 但是民進黨立委也說 當初是因為BNT背後的中主的正義 才會讓這個申請的時間有遷就 絕對沒有去感動 民進黨立委居然說貴台銘 不屬是立北創政府 主席的美帝人 吳伊函進了醫療 貴台銘有可能參選 以控制數年的總統代算 應該是11月26號民進黨失敗了以後 蔡英文總統也掰咖了 所以現在郭台銘董事長 才能夠講出真心話 是不是能夠牽連到2024 他想要參選總統 我覺得還太遙遠 雖然國民黨立委有不一樣的看法 日控制日民進黨大壞 當上起世 日控制數年這局過台銘 跟順遇的世 條件總統的大壞 外界都很關心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載了